画面上是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与各单位之前在嘉义举办的超跑动态秀 而这样的盛况这个暑假也能在基隆看到 基隆首届超跑嘉年华 8月19、8月20两天将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登场 有最吸睛的0到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很特别、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 很少会看到超跑聚集在一起 我们是用表演的感觉 让大家看看车子在这个0到200这中间是怎么样的 那种感觉很过瘾的 所以呢我们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我还是留点 你们一起来看就知道了啦 我还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 当有超跑就有美女 我们超跑的美女我们有IG系列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有在特定的时间里面跟我们的车模 能够合照 然后透过IG的列印马上列印出来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漂亮的这个超跑之外 还可以来看美女而且呢还有摄影比赛 如果你觉得你的照片拍的非常好看 还可以拿奖哦 所以说这么好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觉得除了中原济 我们希望有更多文化旅游的活动 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基隆来之外 其实基隆我认为希望在我的任内也可以举办 类似像澳门新加坡以及摩纳哥的一种城市赛车 大家都知道摩纳哥澳门新加坡都是利用城市的继承道路 来作为一个赛道的规划 然后每年吸引大批大批的旅客 到那个城市来 来做更多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基隆如果要越跟这些城市一样 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做国际级的这种城市赛道的这种活动跟比赛 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要三天两夜 那这才能够带动经济效益 然后在这里像来到基隆 你一定要住吃 然后办手礼 这样子才能够全面面俱到 所以我是一直想说 我们既然要推光光也要结合运动 这样的话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不要马上走 然后在基隆多待个两三天 会让你回味无穷 这场超跑嘉年华记者会 包括交通处长王振宏 文化局长江亭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也共同出席 欢迎各地游客来基隆住宿 并一起来观赏超跑嘉年华 除了直线加速动态秀 还有超跑的展示 小小超跑体验 以及委托行商圈发展协会规划的基隆在地特色市集 各单位攜手一起带动基隆观光 屡速游购各方面的成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高 政语 红营梭 基隆 基隆